大家好 今晚我们又来做一个直播 为什么呢 因为近日很多人上来我公司 问我的护肤程序 原来我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用什么护肤品 趁今天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PubTi怎么用 B5怎么用 今天趁其实也想做了很久 不过有时又要交代一下EMS怎么用 如果你昨晚有看EMS的片段 应该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它是用了Mode 3和Mode 4先走 最后走一个Mode 2 令到你的面层皮肤收紧 你会觉得手是松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会讲洗面 由洗面夜晚的护肤程序开始 我今天想介绍一支黄金的洗面泡泡 其实这支我等了很久了 我很喜欢功能性的东西 黄金的功效是对于支援神经线非常之好 所以我一向对金的护肤装品都有一些情有独钟 而且它里面金的变成纳米化之后 它将金粉磨进去 金就会变成一些负离子 刚刚跟我们皮肤表面的正离子 做一个大家的互动互相呼应 可以加速我们皮肤的新层代謝 其实什么叫新层代謝 新层就是将旧的东西快点拿走 将新的东西快点生 其实我们很希望皮肤周期是28天的 其实我们很难有28天的 很年轻的人就会有28天 但如果你可以令皮肤周期走得快的话 你的皮肤整天都保持五层 你面一层就快点脱落 然后你又会生新的出来 你的皮肤厚薄适中 你会年轻 而且你不会那么容易皮肤表面上有些粒粒的发炎 很多人因为旧的皮肤不肯走 会觉得面很黄很暗 新的皮肤又想出来 但又出不了 因为你旧的不走 面形成了一些角质化 面色很伪黄 皮肤有些人过薄 其实过薄就会老 其实最近我们公司有一部皮肤的仪器 就是等离子 就是用大气的自然疗法 大气的等离子 把它变成能量 就是做皮肤要厚一点 皮肤厚一点才厚生 又不是很厚 太厚 角质不走 你很容易会积聚 你会觉得很多瘡瘡 又不够白 皮肤不厚不薄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们要加速整个人的新陳代謝 其实一瓶洗面奶 功能性的东西已经可以做到 它不贵 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这瓶 是差不多900元800元 但现在500多元便能买到 我真心觉得这瓶很划算 还要很大支 看一支 多大支 是洗面的 多谢你 我们也可以吸收一些金箔 可以令皮肤吸收得好一点 刚才我都说了 它也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陳代謝 亦对于神经线 其实你的面固定是否与神经有关系 如果你明白明星打Buchox 是打颜面神经的话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原来我们眼神经有十二对 而我们十二对都希望它健康一点 当然不是对对 都是做皮肤的 其中眼神经是做皮肤的 动眼神经是做眼镰的位置 有滑车神经 是做眼的肌肉的 会不会斗鸡 斜士 另外还有三叉神经 三叉神经是长本牙肉 还有这个三叉神经 三叉神经 如果我们面摊就跟神经有关了 三叉神经有关了 所以如果你强化到你的神经的话 就没有那么容易松开 就是松开 松开 另外 不会那么容易面 有些人面硬了 动不了 那样东西 所以对神经来说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其中的材料 好了 接着就是抗衰老 抗老化 刚才我说了 我公司特意有一个療法 是做眼面神经的 如果你的面塌得太厉害的时候 我会帮你强化你的眼面神经 这个療法已经出了五年了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做 我今天先帮客做两条神经 其中一条是眼面神经 一条是三叉神经 如果你的面真的弄得太厉害 当然你可以先打毛针 弄它上去 但如果你说我不想做这么激动的东西 我想做内面的东西 那颜面神经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做你内面的 而挺起皮肤的 是强化你自己的神经 如果有些人面摊来找我支援 我也是做三叉神经和颜面神经 通常做一两次就已经不错改善了 这是自然而言很独特的做法 做得很好 另外做了神经 皮肤一定的代謝会很好 进入神经 新层代謝会很好 另外有紧致 不容易有皱纹 甚至觉得可以逆转时空 这是一个说大部分 金入护肤用品都可以这样做 而这枝有轻微卸妆的帮助 你不用特意去买一枝卸妆油 而用这枝可以卸妆的 它叫24k gold foam 又叫go foam24k 好 我们先擠出来看看 很大枝 我想都可以用 我用东西很省的 我经常觉得这些东西可以用半年 我表姐用东西很多 用很多 别人叫她塗收衣水 那些化妆小姐 它会湿了整个棉花 她才抹 我表姐真的会湿了 我表姐用一个月就会用完这些东西 但我就可以 我们擠出来看看 我都很久没用过这枝 因为这次我真的觉得很划 你会看到这样的 你会看到有点光光亮亮的 其实就是一些 我们所说的金入肉 你塗在那边 它很温和 它也很香 它又不是那些假的香味 可以的 那些香味 你就加点水 如果你真的想 这个 我觉得不够 我多加一点 如果你真的想金薄在面上 可以好一点 你便停一会 我刚才介绍过客人 他说我还没介绍过他用这枝 刚巧说了 他说 在外面买护肤红品 买一只卖妆的 即是卖BB cream 怎料卖完之后 那种产品不干净 来到我公司 有一个仪器 就是会在你面上画的 其实画的是一支铜筆 画到它面有很多黑色 在面上 即是说你的护肤红品 你的化妆品 很多重金属 但也代表 你卖妆也卖得很干 有两样东西同时发生 即是卖妆和护肤红品 是搞不定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很多重金属 其实它也不是一支 它可以卖妆 其实它也不是一支很泡泡的东西 对不对 我惯性是洗澡时洗的 不过现在洗在你的面前洗 先洗一下 抹一下面 你看到已经很白 真的很棒 我以前已经用过 我经常觉得它很白正 很透白 而且不是很干 它不会很干的状态 你用一个五毛纸银 就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很划算 不过我很差 我用护肤粉 我不会贪便宜用水货 我不用水货 因为我觉得东西放下 我情愿用好东西 我不想弄坏皮肤 之后又要去补救 所以我不是很用水货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只是用一些有效果的 我的财务 经常告诉大家 我介绍你用一些底 我觉得值得用的东西 正常我们洗面的程序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做 为何我们会不用擦水 因为我们洗澡的时候 水温已经差不多到38度了 38度的时候 皮肤自然毛孔会打开 皮肤的细胞膜 有两个情况下会打开 第一是有温度改变 大约是38度以上 我们的细胞膜会打开 它会吸收东西 所以我经常说 如果你要用热水洗澡 最好买一个过滤绿气的热水头 特别是湿疹人士 为何要把绿气过去 不会那么容易吸收到自己 因为你打开 38度打开的细胞 绿气是不太理想的 但香港的水是会有的 因为之前已经下降了 第二是当你做仪器的时候 你会经过电流的东西 或者等利子电流 它会特意打开细胞膜 让你放些营养进去 很多时候破壁机 或者微电流机 其实EMS也是 一个微电流 就会用细胞膜打开 现在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已经用了暖水洗面 打开细胞膜 我们可以直接用泡柴 泡柴是胶原蛋白 我经常说 皮肤细胞是氨基酸 是氨基酸 就是分子 分子与分子中间的氨是氨 就是氨 一定要有氨 皮肤才会紧密 可以吗 平时我们吃到的 譬如鲁蚝有20种 鲁蚝有20种 鲁蚝有20种 鲁蚝有19种 香蕉有19种 人体必需要氨基酸是22种 鲁蚝很难吃到 因为鲁蚝经济消化出来 都是长鲁 其实皮肤 对皮肤的面 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根本吸收不了 亦停留不了 我们这种是短钛 其实皮肤吸收可以超过90% 如果你是短钛 我这种是鱼皮 更加理想 原液 我这支钛 加了最近25周年的精油 我加了8滴 我是滚瓶 我早就撬开它 加了8滴 盖上去 我平时会搅穴位 譬如我会搅 晴明 最好滚25下 但有人反应 如果你的臉太瘦 就不要滚穴位 就这样塗一次就可以了 你真的会看到我的臉戳起 这个就是黏出胸 大约25下 蹲一蹲就可以了 其实你没有用到太 你只是用滚珠 你只是第一个位置有 这个是铜子疗 这个是胆经 负责Collagen 这个是成一 整块面的肉是否紧 整个新的肉 关不关什么事 很多人现在的面 太少肉 感觉很老化 找我 找我增多些肉 和放多些脂肪在面上 这就关于胃经事 影响大肠经 大肠经 大肠经说表皮层的dermis 另外毛孔是关于大肠经 接着听工听门听门 膜 除了我们的皮肤表面之外 里面还有筋膜层 肉也有膜 我们再塗一次 每样走25下 你会发现我面 现在这边是高一点 这边是低一点 这边是挺一点的 这个就是Peptide的工压 一枝大约用两个三个月 第一枝 第二枝就省很多 为什麽呢 因为皮肤已经吸收到差不多 它没有那么吸收 但这枝我用Peptide 夏天不用眼伤 很难 我省得不用做的东西 我也不会做的 好了 接着就呈鸣25下 接着是支足胸25下 接着是支足胸25下 童子疗25下 童子疗25下 接着是这个 这个叫成一 慧经25下 其实向上向側都没关系 最重要是按到那个位置 你只能按下去25下 然后迎香月 今天在家里开榴莲party 厉害 我家人买了榴莲 我老公很兴奋 我的女儿也出去了吃榴莲 我妹妹没得吃 妹妹吃了都敏感 好了 但我不吃的 我可以吃的 不过我选不吃 然后就塗一层 塗一层 塗一层眼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塗 很简单 你就这样塗 好了 好了 茶圆 如果你想面固定一点 我又说一些很圆的东西 我知道25下 我试试找不找到 25下 25下 你再拿一层 我希望找到了 如果你有和它一起的精油 你可以在上面摇 摇是分子共振 可以吗 就这样凌空摇 很多人都听我说不明白 凌空摇 就是这样摇 你会看到我这边再手一层 看到吗 再手一层 其实就是摇 摇一分钟 它有能量 它就和它共振 不用做什么制作 酒这样摇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用T棒 酒这样摇 我现在这面是洗过这面 就摇到这边了 大概摇一分钟左右 每一边 这个方法挺好的 你不用开 那两只手拿着手便会摇 不过你要先塗上Peptide 而Peptide里面要有那种油 看你选哪种油 就是要同一样 这边太瘦了 这边比这边 这边太瘦了 先塗上这边 听到吗 刺刺刺刺刺刺 大概差不多了 一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就塗cream了 我知道cream是什么都没有的 Hello Grace 我这个cream是Basecream 什么都没有的 你可以用Kissane 或者你喜欢用自己的Basecream 或者你找我拿 我的Basecream也可以买 我只加了几滴Franconceau 在里面 因为我想妹妹白一点 然后把它塗 因为我想塗一些稀的东西 我不想用稀的东西 我这几天有同事放假 我常常躲在美容房 所以不想用这么稀的东西 经常觉得很有劳动 你明白吗 如果大家做脂肪转移的时候 我帮你做 我会觉得很饿 因为脂肪转移会令到出入血糖 别人做我会觉得很饿 我帮人做 好了 塗完cream之后 记得在上面塗B5 B5不是一早塗的 因为它很大分子 其实它可以吸入空气的水分 昨天有个朋友来告诉我 他用了这样的方法 他觉得皮肤没有那么干 真的滋潤了很多 你试一下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 近这个月白了很多 我以前一到这些天气 特别是夏天 不过我认为简单了 因为我少走出户外 因为我在家和公司 其实只是五分钟 但我去日本 基本上应该很晒 我应该很深色 但今年也不会黑了一个通 但以前我经常会黑了一个通 记得B5之后 噴化水 最好用手搅拌 不然就用这样 像我这样 让皮肤吸一下水分 它会胀膨胀 当细胀脏转 你不会那么容易有毛孔粗带 其实经常说收毛孔 其实是令到细胞脏 比较脏 表皮细胞 便会容易毛孔粗带 今天我介绍了我的护肤程序 洗面 这么大支 500元 真的很贵 然后我用了 泡泡 加了蒸油 然后我用了 霉霉 然后用了 B5 然后用了 麦莉莎 花水 这就是全部我的护肤程序 我明早拍 如果可以的 我再拍一次 好了 今晚我们到这里为止 这段影片会继续 希望大家用得简单 又用得好效果 好吗 拜拜